國人的觀念 第一個他們是沒有戴口罩的習慣 第二個他們沒有像我們台灣的全民健保 所以他們要去做一次篩檢一千多塊給 對啊 因為我去的時候 那個時候美國還沒有什麼太多的確診案例 那你看我回來一個禮拜加我去了半個月等於是二十幾天 這前後二十幾天 美國你看現在已經算是國家的一級的警警命令都已經下了 所以就是說 基本上我覺得還是美國人的觀念 他們第一個他們是沒有戴口罩的習慣 第二個他們沒有像我們台灣的全民健保 所以他們要去做一次篩檢一千多塊美金 你知道嗎 而且他們基本上如果感冒 他們從小的觀念就是說我們多休息多喝水 那他可能以為感冒 所以這樣子都會影響到或者耽誤到 那你看台灣多方便 稍微有點咳嗽有點流鼻的 趕快去看醫生 因為我們掛號費才150 對不對 那他們基本上感冒是不看病的 也沒有欸 我跟你講我們是很擔心的 就是說你要跟他講 他就說 哎呀人家這面都不戴 我戴不是很怪 對不對 那還好 因為他基本上一天的時間 大概有十幾個小時都待在實驗室 所以呢 他接觸的人也很少 所以還好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這還好 現在美國都停課了 美國大學都停課了 那包括耶魯大學都停課了 他昨天我兒子傳簡訊以後是要停課一個月 停課一個月 但是因為他在博士 他是在實驗室 所以他不影響 那他的實驗工作還是照做 那反而我覺得這樣也好 那人也少嘛 人更少 學校人更少 對啊 所以他沒有這個停課的問題 接新節目的話收入也很好 當然 對不對 農在這種接骨眼還有節目開 我們都 謝謝老天爺賞飯吃了 感恩的心 感恩感恩 謝謝 我們郎谷競技台 謝謝我們財神爺 謝謝我們的財神爺 這波疫情有影響到你的工作嗎 有 我本來這個禮拜六 23號是下禮拜六對不對 對 我本來在嘉義的大齡 就我的老家啦 有一個很大的活動 那好幾個月前就敲好的 那本來我從紐約回來還沒有說要取消 後來隔了兩天才說還是先取消再延期 發生了兩天才看 然後還沒有開拍 我的好你是為奇不知 不知我 拍照 這個就不知 你拍照